大家好,我是Chucha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車路士在不迪奔福特之後 目前排英超第11位 而車仔將在下一輪英超 在下挑戰聯賽帶頭的熱刺 博士天奴表示自己並不擔心這場比賽 因為球隊對陣強隊時表現不錯 這將是博士天奴自2019年被熱刺 解僱後首次重返托定咸熱刺球場 而講及對自己舊東加的對決 博士天奴就這樣說 對陣熱刺之前 他們會在週中還有一場英聯盃比賽 踢完這場英聯盃 博士天奴才會再討論這場聯賽 他繼續這樣說 他們是與利物浦、阿仙奴都有交手過 當時也踢得不錯 但看回舒比奔福特這場比賽 當對手都好像洛定咸森林這些球隊 他們車路士方面可以控制比賽 但自己球隊就無法取得入球 因為對手退得太入 禁區內太多人 所以他們踢的時候都非常困難 但當面對利物浦、阿仙奴這些球隊 他們就會踢得很好 比賽會完全不同 所以博士天奴就說他不擔心這原因 他們會繼續向前 目標是先贏得下週中的英聯盃比賽 然後再備戰熱刺 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盡在M直播 要選擇 未見 在免賞 不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